下来跟进吉兰丹州政府向联邦政府追讨石油税的进展 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鲁表示 政府过去两年支付了总额4亿令吉石油收益给吉兰丹州政府 这笔款项是根据吉兰丹附近油田5%的石油收益 直接发放给丹州 不过他拒绝回应 这笔款项究竟是石油税还是回馈金 对前进行与决定的金融丹 今起床、丹州政府要办法 正确保来成立国 就算切算共有利于一个国家私人的投资点 无论费的投资点 收费率,百万元之差 100%是水冷静的项 以这和平台商三十的资点 是投资点出了 收费率,百万元之差 至少女生的市民政局 以急于是较 licat 四十三百万元 三十八千万元 拿督斯里东郭扎鲁 今天出席吉兰丹公务员汇报会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涉及法律问题 他不能够讨论这笔4亿令吉的款项 是石油税或回馈金 他只是专注于拨款而已 他强调联邦政府之前 没有直接拨款给吉兰丹 而事先扣除州政府债务 并且没有发放全额拨款 而现任政府则是直接的支付 并且是根据当时的石油价格 发放百分百款项给吉兰丹州政府